可是我覺得新加坡很誇張 新加坡有個東西叫 有成輩的 你管到新加坡幹嘛 這... 抓住了嗎 抓住了你叫新加坡 新加坡是個地方嘛 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他們的交通的系統 真的是愛算錢了 我甚至去找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本來就是要開車 比較方便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說 還是好玩嘛 我們要去馬拉西好了 結果朋友說 去馬拉西 然後還是找其他的兩個朋友 一起去好了 我說為什麼要找其他的兩個朋友 因為如果車子裡面 沒有四個朋友 也是免費 四個免費 對 如果有四個朋友 車那個高速工作會比較免費 因為他們那個系統好複雜 你要看是走日還是週末 多少人在車子裡面 就會算錢還是不算錢的 然後就跟他們說 你們連車子都要收錢耶 然後朋友跟我說 你不知道最誇張是什麼 我說最誇張是什麼 是 用車費 你知道嗎 你永有這台車 要 我跟你講 付用車費 你如果沒有這台車 你要買一台 你要先付這個錢 那你要付大概多少呢 太誇張了 兩到四百萬台幣之間 兩百萬 那就是一台車的錢 兩百萬到四百萬台幣之間 你才有權利去買一台車 所以這個費用 可能比車子還貴 而且最好笑是什麼呢 那個 它有時間限制喔 你買了一次 只能用十年 十年 你用了十年之後 你要繼續用這個 用車站 你要再付一次錢 你如果不付這一支錢 你不能開車 你這個投資要報廢了 或是怎麼樣 為什麼它的 最低的成本這麼高 但其實一開始不會這麼高 那個是政府 他們會用一個固定的時間 跟人民說 我們現在假設說 我們現在有 一千張的 用車證 可以賣給你們 大概頂價五十萬台幣 可是因為是排賣的關係 所以跟誰有錢 誰搶拿 所以大家 新加坡這個限量有限 五十萬就六十萬 六十萬就一百萬 一百萬就一百五 一百萬就兩百萬 二就拿了 太貴了 也太貴了吧 好誇張喔 新加坡的人真的 沒有 因為新加坡多錢了 地方太小 如果隨便大家 像台灣 一台車兩台車 這樣子下去的話呢 那一定天天活著 大賽制 用這個在控制車的數量 新加坡朋友就有說 他在新加坡 買一台那個 Toyota的電動車 然後就是什麼 註冊費啊 泳車費啊 然後稅啊 加一加要 可是新加坡 他買一個公寓 小公寓 所以在新加坡 車比房子還要貴 所以在新加坡有車的人 大多數都是有錢的 超有錢的 有一次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去泰國的時候 第一次就想說 去那個餐廳 然後有廁所 就覺得很漂亮 很乾淨 我就進去了 就進去 正要進去 打開那個門的時候 一個阿姨過來了 阿姨說 待會兒一會兒 然後開始進去 然後在那邊 不會在地上刷馬桶 這麼周到 你還要上廁所先刷 然後再幫我擦那個 馬桶的邊緣 然後還幫我噴香香 我就覺得 這個服務太好了吧 然後我就跟他說 Sawaddi Ka 然後他又在旁邊這樣子 Sawaddi Ka 然後這樣笑笑的看著我 我想說 他又是說Sawaddi Ka 對 然後也沒有想要讓我進去的意思 我想說完蛋 他應該是要跟我要錢 我就身上找一找 我身上就是只有一百塊 對 我就給他一百塊 他也拿了 他也拿了 他超開心 拿來以後 拿來以後 Sawaddi Ka 不是 然後我那一拋尿一百塊 好可惡 因為現在泰國 他們的廁所 有 公司化金銀這件事情 對 其實其實平均應該是 五到十泰銖 對 其實應該可以 所以你給他一百 因為我就只有一百 給他寫十 他就超開心的 你知道他是真的會幫你 就是弄得乾乾淨淨 消毒啊 所以他有東西都會 嗶 亮這樣子 他一泡尿一百 你那個 但是 黃金拳 很酷 對 去百貨公司 就只有一百 百貨公司用乾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是否有東西 就選了 那慢慢的欄 請我們 請按照